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的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我們的錄影 我很high 整個超high的 最近都很high 好還是我最近嗑藥了 對 好來 我們來投資必休克 沒錯 又來囉 看了就不會休克 是 告訴你FD 蛤不再續約 SR是什麼 對 是一部跑車嗎 還什麼 是嗎 要未來鋪什麼路 鋪馬路嗎 鋪了又鋪 鋪了又鋪 我不知道 這我跟大家講 我們來先看三位來賓 第一位 第一位 答應我們要唱歌 唱情歌的 家全哥好 各位當中朋友大家好 你今天沒有準備情歌了 你今天唱完了 你對Roy的新閃子 到這個地步而已 情歌是不是 對 馬上被cue 你要想一下 下一次好了 下一次好了 好好好 不要緊張 大家都很期待 大家都很期待 肉依更期待 第二位 林立凱分析師 凱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有沒有想要唱歌 有沒有想要唱歌 沒有 沒有沒有 好吧 那第三位 好 再來主角我們今天特別單元的 廖露民廖副總 大家好 廖副總你好 請你上來 告訴我們 怎樣鋪路 對 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什麼是SLR 對 沉思一下 對對對 沉思 沉思一下 你想到SLR 就是那個賓士跑車 對對對 敞篷的是不是 還什麼的 對啊 OK OK 好 講到這個PET不再續約這個SLR 其實上禮拜五也是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說 他這個訊息一出來之後 那個美國公債直率又拉升 噴出去啦 又拉升了 所以美股又有震盪的一個情況 什麼SLR 對 那我待會跟大家講 就是說什麼叫SLR 2008年的時候 這個金融海嘯爆發了 美國又修改了這個SLR的規定 對美國這個政府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金融行業的 額外槓桿的行動 加以限制 Supplementary Average Ratio 對對對 就是補充槓桿率 這是補充了 補充槓桿率 什麼叫槓桿率 因為以前 你看為什麼發生這個金融海嘯 就是銀行借錢借很多嘛 其實借錢 對不對 手頭上可能有100塊 可能借了90幾塊都出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造成什麼 這種資金的鍛鍊 一旦發生像什麼房貸 這個資產價格下跌的時候 是什麼 骨牌的這個效應 所以之前呢 就是有定一個限制的 就是說好 我這個資產呢 2500億的這個銀行機構了 他最低就要達到這個3%了 對對對 那像這個摩根大通 花旗啦 美國銀行這些8家 重要的銀行 大大不能倒的 他嚴格的就是 SLR的這個標準要達到5個percent 哦 我懂我懂了 對對對 他本來那個 一般一級的資本佔風險資產 你要達一定的比例 如果比例越高越穩健嘛 對對對 你風險資產裡面 一級資產如果是一對一的話 根本就沒什麼風險可言嘛 對對對 所以從3%變成5% 對對對 補充一個槓桿率 你槓桿不能太誇張啦 你不能借錢 這個是分子分母的概念嘛 對不對 你資本越高 你的槓桿率就拉高了嘛 所以就比較安全嘛 對不對 但是你資本的比較低 或說你風險資產 分母就是分母持有很大的話 就不代表放貸太多錢 所以呢他就會變成這個槓桿率降低 他就會變成什麼 不符合這個銀行限制的標準 好 來 老師繼續講 那我們說啦 大家一定搞不清楚是什麼 什麼這個公債殖利率跟公債價格 我這邊也是一個小教學一下 好 謝謝您 我們就來看 對這個近期的這個綠色線 就是美國10年期的這個公債殖利率 有沒有 一直往上在做這個飆升 對 那紅色線呢 紅色線就是什麼 公債的價格 公債價格 往下來 往下來來做了一個下跌 為什麼 來 那我們把這個公式給大家看 什麼叫殖利率 殖利率就是到期本金 除以你的這個債券的這個價格 我們說一般公債到期都可以 還你100塊嘛對不對 那可是呢 可能市價的時候是90塊 90塊你這個殖利率就是什麼 11塊 那你如果是 公債價格跌到80塊的時候 到期還你100塊的話 這個公債殖利率呢就是25 就是25 來這邊再寫一下 這邊寫100塊好不好 我們寫100塊對不對 對 這邊寫個幫我們寫100 都固定100 100 一般都是到期是100 100 然後 繼續用紅色 90的話對不對 就11%嘛對不對 對 來寫90 沒有沒有這邊就寫90 90 對對對 要留點位置喔 這寫11% 留點位置給大家另外寫 你自己除看看喔 11%嘛對不對 好啊如果是 老師你說 80% 對 用另外一個顏色 黃色或綠色 用綠色好了 80% 有沒有 你自己看 所以到期本金不變 通常不會變的情況之下 你看喔 債券價格是綠色嘛對不對 下滑了 資率 上升了 剛好相反 債券價格下跌 這很簡單的國中數學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就是到期本金就不動 債券價格跟殖利率是相反的 對 你看嘛 相反的可以你舉數字就知道了嘛 90這邊就變成 11% 80就變成 25%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代表說這殖利率 上升 是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人要這個債券 價格下滑了嘛對不對 對對對 老師謝謝你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啦 就是說我們看 近期來講 為什麼 10年期公債殖利率拉升的時候大家會很緊張 這叫什麼 風險資產的定錨啦 風險資產的定錨 所以沒有人要了 對對對你看喔 像這種浮動利率呢就是什麼 這個貸款 10年期公債利率的往上加碼 是 各位呢你如果有去 去做房貸啦或者什麼 這個什麼 你要選浮動利率還是固定利率對不對 就是什麼基本基礎的利率水平 再往上加碼 多少碼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這個 基礎往上加的時候你整個利率水平是不是就拉升了 是 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浮動貸款的利率好像這10年期公債 像這個 美國房貸利率 企業的長期貸款 也是跟這什麼 美國10年期公債的利率 就是不是跟3年期 不是跟30年期 就跟10年期就對了 對是跟10年期的一個 是很重要啊 所以你看 大家在擔心什麼 公債實力往上拉升 那大家在擔心什麼 股市先擔心 接下來什麼 我上次跟大家講貴金屬也擔心 貴金屬沒有什麼 沒有產生利息 接下來我更擔心是什麼 就是房市 房地產的這個市場 所以 你看消費者資金成本 因為房貸利率嘛 就很重要 對 那 其實就美國公債來講的話 他有很多種區別 10年期公債呢 也是什麼 大型法人這個資產配置的一個核心首選 所以他是最有觀察價值 還有26週嘛 還有7年期的 還有30年期 還有3年期的 都有 還有1年期的 美國公債 好多種區別 10年期是最popular 最受歡迎的 好 流動性是比較高 我們下一個 對 好 那我說這次 SLR 對啊 為什麼 對 為什麼引爆這個美國 美債的這個下跌 美債的這個下挫 其實 我們說這個 去年3月的時候發生這個 這個疫情的時候呢 他們說 你手頭上的這個本來這個 這個 SLR的這個標準 設的很高對不對 是 設的很高 你就把它放放鬆嘛 對不對 像你 手頭上這個準備金 本來是要列入風險資產的就不用了 對不對 準備金也不用 公債呢也不用 公債也不用 就不要再列入這個風險資產 可是呢現在呢 到3月底到期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要把它分母再加回去 公債也是風險資產 準備金也是風險資產 因為什麼 你說要轉為現金喔 那我們再看一下那公司好不好 就轉為現金以後怎麼算 一點點不懂 我怕同學也不懂 就第一個公司 轉為現金以後會怎麼樣 我們說啦 什麼叫風險資產 你說 民眾啦 你如果 銀行如果現金增加的時候 你銀行是不是要 增加更多準備金 喔 對不對 因為 你怕民眾來提領啊 是不是 對不對 如果每個民眾都現金今天 一個民眾跑來跟你領 說領100億 你手頭上領100億怎麼辦 所以你準備金是不是要拉高 對 對 你看喔 本來這個準備金是要列在這個風險資產裡面 那之前 是不用列在這個裡面 所以就讓 銀行這個放貸能力 我懂了 就是他準備金要多增加 因為他現金多 多存錢 你準備金要提 對 所以這個橫桿率就下滑了 對 告訴你 稍微 放鬆一下 對 好 SLR限制不用那麼嚴 好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要放鬆了 好 我們要看下一個 你看 這個為了滿足這個東西 好現在呢 如果3月到期的時候呢 如果真的到期你看顯然是什麼 如果之前像沒有去限制的話 這個你去把他 這個把他這種 放鬆的時候呢 他什麼 是美國經濟會有影響 對我剛才說到了 這綠率往上升啊等等 所以 你看 決定放鬆的時候那到今年呢這個3月呢就已經 到期了 所以你要回覆到以前的這個標準 反而不好 對反而就不好了因為什麼呢 你看喔 他就要幹什麼事情呢 你要把你的這個 公債要賣掉嘛 對不對 你的風險市場分的態度你 公債要賣掉準備金要拉高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結果最終是什麼呢 美債的這個下跌有沒有 這很清楚 好 縮減對自己 經濟的融資反而不敢借人家錢的 對啦 好所以說這樣反而不好 好 雖然可能持續會增加 可是問題總體來講是 必大於利 所以絕對不能再延長了 對 所以 很多人說 不再延長是必然的預期 是啦 當然是必然 對 那聯準會當然我們是觀察他在做什麼動作 他說這個 觀察說他開始是不是緊縮了 接下來要不夠債了 所以利率就會走高 所以 好 那當然我認為說這個是短期的消息 當然聯準會開始呢 在為了什麼呢 這個經濟的開始呢 慢慢的一個 不要再過度寬鬆了 因為 高盛預估什麼 今年美國啦 美國的這個 經濟成長率是什麼 7% 對 嚇死了 經濟那麼好 那你利率那麼低 一定會產生什麼 大的泡沫 所以要開始要 收水 所以說不能再 再做過度的一個寬鬆 好 那我們來看利率啦 這是幾個percent 網路泡沫的時候是5個percent 去到海嘯的時候 也是5個percent 那個時候才會崩盤 那現在呢是0到0.25了 0到0.05了 這樣的一個水平 這麼低的一個水位 我是沒有看過崩盤的一個情況 你想是FED的一個基準利率 對 不是美國國債的一個 對對對 那其實是一樣的邏輯啦 只要是整體利率水平往上拉 當然他息息相關的 是息息相關的 你想是FED現在的一個 的利率 基本上趨近零嘛 0到0.25 那通常到5才會崩盤 至少沒看過 這麼低的情況之下崩盤 所以還是很安全啦 對啦 就是說 是有空襲警報啦 但是飛機真的還沒有來啦 還沒有來 空襲警報而已啦 對對對 因為其實股市跌了 其實 股市的一個 的殖利率就比較 就相對來講比較熱 比較怎麼樣 對 比較有一個 購買意願嘛 股市的一個殖利率就相對比較高了嘛 對不對 好 這跟大家講 我們再來看下一頁 所以你看到現在陷入兩難 美國一手要 刺激親戚 但是呢 這個 讓這個 赤字的高升對不對 赤字很高對不對 好 沒辦法 他要錢從哪裡來 要蒸發這個公債 是 公債增加 債券價格下跌 殖利率走高 是 這個頭就痛了對不對 對 你聽誰啊 那沒辦法 那銀行呢 被迫賣出公債 老師 就赤字高 升高嘛對不對 對 一定要借錢嘛 對不對 要蒸發公債嘛 我這樣公債有了 跟投資 跟投資沒有要錢嘛對不對 要錢公債 你剛才講說公債以後那就東西增加了嘛 那價格就會下跌嘛 物以稀為貴嘛 下跌以後 實力率走高嘛 就相反了嘛 好了 繼續 我想這個邏輯 是很容易推演的 那我們剛才所說的 停止LFL啦對不對 那怎麼辦 風險資產要降低 賣出公債 又是一樣 賣出公債 債券價格又下跌 殖利率又走高 那你頭很痛對不對 所以你看現在 鮑娥 陷入兩難 頭很痛了 所以 以上這些 緊縮的因子呢 是不利 經濟復甦 是不利 SLR 緊 停止啊很恐怖 那你覺得這個 停止SLR會不會是利空出境 這邊來看的話當然是回復到正常 代表什麼呢 因為其實 不管是道琼啦 或S&P 是創新高耶 對不對回到益心 你覺得是利空出境還是 對不對 我認為 認為好 是回到合理的水平 回到合理的水平 送利就對了 好沒關係這三位來賓 你們來投一下票吧 我怕你們覺得無聊 這停止SLR怎麼看 會覺得是利空出境 是久利股市還是 差 通常來講是 利空嘛 可是會算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的話有個圈 有利股市化圈 沒利股市 你們都覺得利空出境 肉營還在思索問題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停止SLR 對股市好的 老實力感覺 你很快就舉手了 對對對 沒有錯啊 因為就像我上次講的 就是說 你的公債殖利率不可能維持 長時間都是在一個很低的一個 損位 所以他 伴隨了一個成長 會往上其實是 短期的一個現象 如果說你的 經濟成長率可以高於 譬如說什麼 通脹率 或者說他的一個 其他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認為還是 對於股市 這個公債殖利率的上升是短期的一個現象 我懂了 雖然這個原因會造成公債殖利率上升 可是他短期的現象 因為而且他是必然的 因為他是 是景氣 景氣一個成長的一個 必然的一個副作用 可是這是算一個良性的副作用 這樣說對不對 謝謝老師 好 所以就告訴你們這些SLR 告訴你殖利率 為什麼對股市不利 這些都告訴大家一些情況 所以你看我們最新最夯的話題 華爾街上週五的時候 大家都討論SLR是什麼 是 我記得 平時有個廠峰叫SLK 我想起來啦 最近要新買嗎 平常的 好另外一部另外一部 C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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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知道哪一台是不是 瘋狂股市福利社 每週一上午 晚間8點 準時上線 準時上線 這個特別節目是241 對 中午 每一天 每週五 之前我跟大家講 現在我必修課 好不好 今天投票 歡迎你留言 講話我都害我緊張起來 歡迎留言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的影片 如果留言不知道按什麼 按留言加1 好不好 寫加1也可以 代表支持我們 謝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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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五連電 真正的空軍 真正比我更需要戴墨鏡的 對 來看一下最帥的 王文昭克希希 王文昭克好 你今天是誰啊 我今天是 玄窩名人 我已成者 你看到 第十五 湯圓 今天是 這個元宵節嗎 還很難看 你好 哈哈哈 我聽過我 你狂分 對 她是這麼少 我其實是 我還聽不懂 還聽不懂 噢 她真的好吃 其實剛剛那個 他會不會整 零肉 拽養 他也沒對 你看有醬汁是他的 他不會過癡 對 他不是那麼零件 他會有一點 他會有一點 他也改了 就好 那這樣 想要開掉的壞病 8點 總是上個腦袋 總是我們還什麼啊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府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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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